这是一个简单的钟表实例,在CLIBO C6的液晶屏上出现了一个时钟,时钟的开始时间与编译该程序时的时间相同。 每次断电再启动后,时钟的开始时间还是回到编译时的时间。 在θ函数中,绘制完时钟的表面后,用for循环绘制了12个小时刻度线,以及60个分钟刻度点。 这里用到三角函数来获得刻度线和刻度点的坐标。 另外,在3点、6点、9点、12点上,还用青蓝色圆点进行点缀。 在钟表中心还有一个红色的圆心。 初始的时间通过编译时间变量向线向线time向线向线获得。 经过转换函数conver2D后,得到实变量HH,分变量MM,秒变量SS。 Loop函数进行了计时操作。 每过一秒钟,让秒变量SS增加1。 用if判断计时是否满一分钟。 如果满一分钟,则分变量MM增加1。 如果分变量增加到60,则实变量HH增加1。 接着,根据时间计算出10分秒帧在表盘上的角度。 用划线的函数Jawline把10分秒帧绘制出来。 于是,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时钟。 当秒帧没走过一圈时,分帧和时帧应该要更新位置。 所以,设置了一个if结构,把原来的分帧和时帧给擦去。 。